美国大豆出口理事会周三称,中国已经在之前24小时里买入150万到200万吨美国大豆,这有助于缓解中美两国的贸易紧张关系。 周四美国农业部发布的单日销售报告,证实出口商对中国售出113万吨大豆。这也是历史上美国单日销售量的第九个高点。 不过这笔大单仅仅相当于去年美国对华大豆销售量的3.5%,占到美国全部大豆出口量的2%。 彭博社报道,知情人士表示,中储粮和中粮,最早可能于周四买入更多美国大豆。关注接下来中国大豆买需。 目前来看,中美双方的经贸磋商进展顺利。在12月13日的商务部新闻发布会上,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,12月11日中美的通话中,双方就下一步经贸磋商工作的时间表,和路线图交换了意见。 中美双方团队,就磋商细节保持着密切的沟通,进展顺利。中方欢迎美方来花开展磋商,也对赴美沟通持开放态度。 高峰称,农产品、能源、汽车等,是中美双方已达成共识的具体事项,其具体细节将陆续公布。 针对中国恢复进口大豆的问题,他指出,大豆一直是中国进口美国农产品的重要品种,国内有巨大的市场需求。 美国恢复对华大豆出口,也将缓解美国农户面临的压力。 大豆是美国最大的单一出口农产品,2017年,中国占到美国大豆出口总量的60%,出口价值122.5亿美元。 但是自从7月份中国对美国大豆加征关税后,中国买家一直避开美国市场,这使得美国大豆价格跌至10年来的最低水平。 周三,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DOT大豆期货价格创下今年夏季以来的最高水平。 本周美国白宫推迟向农户发放120亿美元原注金的计划,因为政府预计中国将会恢复进口美国大豆。 美国农业部副部长森斯基表示,我们一直在和白宫财政管理办公室,OMB的人摆手腕。 他指的是补贴,必须经过OMB签字才能生效。 美国农业部部长佩尔杜表示,他将在周五和白宫官员会晤,他预期政府最终会支付第二批补贴。 他说,OMB的人总想扣着钱不给,但是这是总统承诺的事情,希望这件事能够很快解决。 佩尔杜说,尽管中国在买入美国大豆,但是贸易战仍然对美国农产品出口市场,造成很大损害,政府有必要发放第二批补贴。 为求中国恢复购买大豆,白宫暗地里做了一件事。 英雷称,三位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,白宫推迟向受中美贸易争端影响的农户,发放120亿美元援助计划的第二轮付款,目前人们乐观地认为,中国将很快恢复购买美国大豆。 据路透社12月11日报道,消息人士称,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,OMB,推迟批准这笔付款,因担心该计划的成本,并想要等等看,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问题,是否会得到解决。 消息人士要求不具名,因此事尚未公开。 目前人们乐观地认为,中国将很快恢复购买美国大豆。 报道称,OMB对这项贸易援助计划并不是很兴奋,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,一位知情人士称。 不过,这位消息人士补充说,这笔付款可能在经过一些反复后最终获得批准。 据报道,美国农业部7月份批准向受到中美贸易战打击的农场主和牧场主提供高达120亿美元的援助,并在8月列出了前半部分付款计划。 预计第二轮付款的公告,将于12月初公布。 美国农业部长破度,在12月3日表示,OMB正在审议第二轮贸易援助,并可能在本周结束前列出付款计划。 但在11日,美国农业部发言人蒂姆·莫托告诉路透社,该机构仍处于批准第二笔付款的最后阶段。 我们正在与白宫讨论,希望年底前公布市场促进计划的第二笔付款。 莫托在一份声明中称,消息人士称,白宫推迟批准这项援助,主要是由于既往中国会,很快恢复购买美国大豆。 据报道,去年美国出口大豆中,中国购买约60%,价值120亿美元,但自贸易战爆发以来,中国转为主要从巴西购买。 中国在7月对美国大豆征收25%的关税,报复美国对中国商品加税的做法。 报道表示,如今援助计划的推迟,不免令美国农户感到紧张不安。 自打中国喊停美国大豆后这三国凌乱了,恐慌。 大豆的全球流动,正被国际政治悄悄改变流向。 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,中国10月进口的巴西大豆,较上年同期接近翻倍,从巴西进口大豆已超九成。 相比之下,中国自世界头号大豆种植和大豆出口国,美国进口的大豆数量从去年的超过百万吨,降至6.69万吨,不足百分之一。 过去几个月,阿根廷因为甘旱而减产,从大豆出口国转为进口国。 阿根廷和另一个大豆出口国巴西近在支持,本英雄界获得供应,眼下却建立了一条跨越世道的供应链,20年来首次从美国进口大豆。 中国从巴西进口大豆已超九成。 位于南半球的巴西,四季和北半球相反。 对巴西来说,大豆播种从每年10月开始,4年3月开始收割。 地处北半球的美国,大豆播种4月开始,10月底结束。 传统上,中国进口的美国大豆,大部分是在第四季度购买,第四季是美国大豆主导市场的时期,因为这个时候,巴西大豆还在成熟过程中。 然而海关总署的数据表明,中国采购商正逆几节大批量购买来自巴西的大豆。 中国10月进口的巴西大豆,较上年同期接近三倍,达到653万吨。 此前,海关总署发布数据,10月份,中国进口大豆数量,为692万吨。 这意味着,中国10月自巴西进口的大豆,占进口大豆总量的94%。 不过,因大量库存影响,这一数值低于9月时的759万吨。 数据显示,10月初,中国国储大豆增至记录高为900万吨,豆破库存也高于往年。 与此同时,中国进口的美国大豆数量,下滑是区区6695吨,上年同期为133万吨。 此前中国政府在7月6日,对美国大豆开征25%关税,活应美国对中国商品征税。 路透社指出,在中美贸易关系紧张之际,买家担心供应短缺,而迅速采购巴西大豆。 同样在10月,中国还进口了9.28万吨俄罗斯大豆,较上年同期的5.76万吨,增加了60%。 此前报道,巴西农业部官员14日对路透社表示,巴西对中国大豆出口,今年可能创下历史记录,而且可能会进一步增长。 今年以来,巴西大豆出口的八成都流向中国,据粮食贸易商预测,达到创纪录的8300万吨。 阿根廷,邻居家的买不到,舍尽求远也能赚钱。 此前报道,因为销路不畅,美国斗农面临着无仓可处的窘境。 眼下,美国斗农们找到了卖家阿根廷。 彭博社援引美国农业部最新数据,从9月1日到11月22日,将近130万吨的美国大豆,已经过检验出口到阿根廷,超过荷兰与墨西哥。 去年同期,阿根廷却没有进口任何美国大豆。 和美国、巴西一样,阿根廷也是世界主要的大豆出口国。 与此同时,阿根廷还是全球最大的豆破出口国,每年出口大豆约800万至900万吨。 通常阿根廷都会向有大豆进口需求的国家出口大豆,但由于干旱导致今年大豆减产,彭博社写道,干旱使得今年阿根廷大豆产量,减少了31%。 路透社援引阿根廷股物出口商协会主席的话说,这是阿根廷20年来首次从美国进口大豆。 巴西和阿根廷是邻国,但阿根廷并未依赖巴西来弥补大豆缺口。 期货和期权经济公司的大宗商品风险经理表示,阿根廷正为国内市场购买美国大豆,并将自产大豆出口到其他国家。 他表示,阿根廷进口美国大豆有钱赚。 查询海关总署网站发现,10月份,中国自阿根廷进口大豆数量3.32万吨。 10月,中国自阿根廷进口黄大豆数量。 同样在10月,中国自阿根廷进口出炸豆油9316吨。 对于向中国出口豆油,阿根廷农业部长艾谢雷雷,早贤曾表示,恢复向中国出口豆油,是阿根廷农业的伟大成就。 目前,阿根廷还寻求将大豆相关产品出口至中国。 路透社报道,GI表示,将豆破这一大豆产品,卖到中国一直是阿根廷追求的目标,以重振农业经济。 Edic Boros说,阿根廷油盲在今年底之前向中国出口斗拓。 此前报道,中国大豆年进口量约1亿吨,占全球大豆贸易量的六成。 随着全球大豆供应格局改变,全球大豆定价体系也受到影响。 新一轮的博弈中,中国声音正争取获得更大的话语权。